我们现在来补充说明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呢 刚刚看到最后的结果 最后结果类似像这样 它一排有没有 因为主要是太多了 它一般能够负载的没办法 最多是放五个啦 那你六个的话 会有变成变两排的问题 那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它这个是 这个NetBar的限制 那如果说相关各位 要了解那个NetBar 刚刚这个NetBar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NetBar的部分 这个NetBar部分的话 这个我们是选这个框框 然后DataRaw选NetBar 你可以把这个NetBar 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复制 你在到那个Google里面搜寻一下 其实会有答案的 这个NetBar你把它搜寻一下 那实际上它第一个出现的 第二个出现 它这个叫JQuery Mobile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 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可以一设定 它就会把我们产生 其实就是利用这个JQuery Mobile的技术啦 所以你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这边会出现NetBar 那这里的话都会有相关的Demo 就是说它跟你讲说最多就是五个 那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效果 这边也都有 如果你要做成类似像这样子 它这里下有相关的说明 我想各位可以再自己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如果你要做iCon iCon要做所谓的制定 你会发现这些图是画面上没有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制作的话 它这边有个连结啦 点击进去的话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跟你讲说 这边有这么多的图对不对 然后这边Buy Now 99块 应该有免费的啦 我觉得这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图 有没有这些相关的样式的图 或者是说是可以制定啦 不过制定的话我想比较复杂一些些 我们下个礼拜 看有没有时间再来讲 OK 大概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那各位可以从这里面去找找看 那还有像什么Foot Bar 这边也有啦 如果你要做下端的这个 下面的那个那个部分 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OK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最后我如果希望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的 增加一个变化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本来是什么 back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 类似像一个home 一个回什么回首页的图 另外一个向下的箭头 这个向下箭头是什么 就是可以按下去 这个home按下去的话 是回到什么 首页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按向下 有没有 因为储持下一个什么 就汉附嘛 那按下去的话呢 就会有个汉附的效果 那也可以home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是等于是今天新加入的东西 新加入的这个技巧 home怎么做出来的 还有向下一页怎么做出来 那这样你可以一直往下往下 一直循环嘛 反正你要到哪里 哪个页面其实都非常方便 而且大家也习惯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做出 那个home的部分 home的部分的话 我想底下这个超年级也一样 各位那图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缩小一下 或者是说将来 在photoimpact里 photoshop里面做的图的时候 恐怕就要做什么 就要针对不是网页 而是针对手机是做图 好像刚刚有同学 那个作业里面用的图 好像也是太大了 所以尽量要参考一下 尽量 因为我们是用手指头touch的 你不能用一个很小小的 很难点 这样感觉就不是那么流畅 不好点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按钮怎么做 就是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增加几个变化 就是home怎么做的 向下怎么做的 其实不太不难 第一个就是说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要再处置这个页面 增加一个home的话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游标先放在哪里了 放在左 放在右边 但是特别注意 请各位看一下 你放右边里面呢 它现在游标在 这个程式码里面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游标请你放在 这个的右边 你现在点这边 它还在这个的左边 请你把它移动到斜线H1的右边 这第一个动作 你没有这样 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做出来会有错误 所以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用程式码来看 斜线H1的右边 斜线H1的右边 OK点一下 好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在上面的版面也常用 常用的部分 记得切到常用 这边有个什么 超连结 那超连结连结连到哪里了 紧H1 就是连结到首页 就是最上面的部分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在页面标签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做Data Icon 这边有个叫 就是我们要变成图 对不对 那在选图之前 请你把那个 这边应该会 如果插入一个超连结 这边会有一个 HOME出现 对不对 那把它点一下 选取那个HOME 移进来 或者是说 我看把它选起来好了 那有时候比较不好选 这样选 把它选起来之后的话 然后Data Icon选择什么 选择HOME 选择HOME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先把它Save Ctrl加S 或者你直接在浏览器中预览一下 不过顺便教各位另外 如果说你觉得 有的时候一直切那个浏览器 很麻烦的话 教各位一个方式 这边不是有个即时 其实按即时也可以 即时的话 实际上就等同 在那个Chrome上预览 按下去 然后你按储持 有没有看到HOME就出来了 但是你会想 老师为什么刚刚那个字 没有啊 你现在字感觉怪怪的 一个景 HOME感觉怪怪的 对不对 那你连回去 还是可以连回去 如果你要把那个景 即时的话 把按掉就可以了 这样也还蛮方便的 你就不需要切到那个浏览器了 你直接按即时也可以 但是有一些效果在即时 好像修不出来 你还是非得要浏览器 OK 好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没有ICON 其实非常简单 刚刚选的地方 有没有 游标放在这个里面 有没有 放在那个超连结上方呢 这边ICON下方有个叫什么 ICON的POSE 有没有 其实就是ICON的位置的意思 然后请你把它点击一下 你的ICON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你预设是在左边对不对 那可是我现在有在下方在左方 那其中有个叫什么 没有文字 NOTASER 你就选NOTASER 把它Safe一下 然后直接在即时一下好了 我看 这时候就变成NOTASER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 重点就是 把这个地方改成NOTASER 所以最后特别重要 第一步请各位点这边 然后游标一定要放在什么呢 Head的这个 有没有 这个的右边 不然的话它会跑到这个标题里面去 就怪怪的 而且做不出那个效果来 第二个是插入超连结 超连结连结到哪里 连结到HOME 所以紧HOME 再来的话 把游标放在这个上方 或者选取它也可以 选取或放上去都可以 这边改成HOME 这边改成NOTASER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 就可以回到首页 第一个回首页部分 OK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要做出 刚刚的那个效果 那个效果是什么呢 可以换下一页 换下一页 对不对 然后呢 等到最后一页的话 就是回到那个最上一页 那这箭头的话就是什么 箭头的话就是向下 对不对 所以要做出这个效果也非常简单 游标一样是放在HOME的右边 也一样插入超连结 那连结的话呢 连结到哪里呢 紧 Page什么呢 Page 因为我现在处持是Page1嘛 那我要连结到下一页就是Page2 按确定 然后呢 这个时候游标已经选取它 对不对 然后把它选择什么 箭头向下是哪一个呢 这个 Dash第一的话 D的话就是Dumb U的话就是Up 然后Labs Right L跟R是 向左向右 那我们就是Dumb好了 OK 一样Notes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预览一下看一下 及时一下 OK 除 有了对不对 向下 那换附也是一样 那PagePage 换附就要向下 应该变成多少 它现在是Page2嘛 Page3 Page4 那最后一个 如果说你要Page一直到Page 明清小说就要这样 向上 所以明清小说 做法上面 不太一样 不过聪明的做法是这样 其实如果你们每一个做完之后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程式码的话 其实你可以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复制一下 你贴到任何页面的上方 其实就都OK了 但是前提是你要 你要懂得贴哪里 比如说我贴这边好了 然后最后的话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Page2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么 Page2改成 这个连结的 Page2 把它改成Page1 因为我要循环回去 然后Page1 这个改成Page1 那箭头的部分的话 把它改成 再重新整理一下 把它改成向上 向up OK 那我们预览一下 即时一下 明代的话 有没有 也是这样的home 然后也可以up 那就又跳回什么呢 处持了 所以它可以一直向下 然后又会向上回去 就可以一直去看里面的资料了 所以如果拿这个来做阅读 也非常的方便 OK 那我们来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特别注意 在游标就放在这个上方 如果你要做汉服的话 记得点一下这边 超连结 然后home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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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